中美貿易戰 曉原 也有一件事蠻詭異的 大家不是以為中美貿易戰 如果中國要開刀 要嘛就是稀土 要嘛就是美債 要嘛就是蘋果 這是大家猜的嘛 美債它有沒有開刀 有 它賣了美債 稀土有沒有在準備 有 習近平去看了稀土場 但怪了它不敢動蘋果 也沒有動蘋果 卻是動了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它去重罰了福特 在今天還有一個媒體 講得非常有趣 你科重稅 我科重罰 沒錯 重稅跟重罰跨象比較厲害 所以福特在今天吃了罰單了 吃了多少錢的罰單呢 來 1.6億是人民幣 對 所以換算成新台幣是 7億 7億 至少7億 對 一張罰單7億 嚇死人 其實說實在 7億對福特來講 真的是九牛一毛 大概在它整體的消費量 大概4%左右 1萬輛 但是呢 1萬輛福特 你知道這件事情呢 它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最主要是 他說福特啊 在車展期間 或在銷售的時候呢 你限定了它的價格 不能再下殺 等於說你限定價格 你只賣這個價 你不能再賣便宜 再賣便宜的話呢 你就是農 小元你是跑車子的 對 不是每家車廠都這樣嗎 對啊 你沒有去買過車嗎 你去跟他殺價 他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底價在這裡 我們老闆說 絕對不能賣低於什麼價錢 對 每一家車廠都這樣 對 那事實上的話 你會賣更低 那這根本就是 我跟你講這找藉口要殺他 所以福特就因為這個樣子 就被人家說 你違反規定 你違反反榮頓法 所以我要罰你七億 我跟你講一定是 向莊武建議在佩工 罰單都是假的 就是中美貿易戰 我就是要殺你福特車廠 我就是要 美國企業在我這個地方 你在我土地做生意 我讓你乖乖的 抓給你看 抓給誰看 打小孩給他老爸看 給老美政府看 而且你以前賺的錢 要吐一點回來 你知道嗎 他這次等於說 中國大陸的隱藏的王牌 打出來了 他不是第一次 他另外一次在2016年 2016年不是福特 是另外一家最大車廠 通用被罰了 你在當地被罰多少 九億 重點是一打出來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反擊 美國只要每次這一刀打出來 美國勁敲敲 美國完全不敢反擊 為什麼 因為對於中國大陸的市場 對於美國來講 太重要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你知道中國大陸 一年賣多少車 1500萬輛車 是中國已經全世界 第一大市場了 美國是 美國這些通用福特 在中國大陸的市場的份額 已經比他們 美國還要來得多了 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韓蔻他們說 我對你有意見 那你就不要賣了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原理 另外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從1980年代開始 中國大陸實行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是什麼 我用我的市場 換你們的技術 所以中國大陸有很多的外地 美國的車廠來中國大陸設廠之後 他們是用50%跟50%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設廠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通用來中國大陸 你只能有50%的股權 我另外50%股權 我一定要當地的車廠合作 我才能完成 那既然如此 他去殺福特也好 他去殺 剛剛你說包括通用也好 其實他也是殺到他自己人 對啊 可是問題是說 以前我要靠你的技術 因為現在的福特 現在的通用在中國 他們是合資 對 可是我以前是用我的技術 用我的技術 美國用我的技術 來換我們現在你的市場 對不對 現在你們的這個市場 已經搶到我們本土市場了 中國大陸的自由品牌 已經崛起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要扶植自己的本土車廠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自主品牌現在已經來到了 多少的佔比 中國大陸 2018年有4成了 2019年挑戰5成 這什麼概念 你去中國大陸 每兩台車 就有一台是自由品牌 已經不是Volvo 奧迪 賓士 這些品牌在中國大陸 是越來越多的情況了 所以這時候 你的技術 你的市場 對我中國大陸自由品牌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了 所以我當然要去打壓 你外國車廠 來扶植我中國自己本土的一個車廠 而且最重要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技術已經成長到 遠超乎你我的想像 你可不可以講講中國哪些品牌 我們都不太認識 中國 榮耀 武林汽車 然後比亞迪 對不對 這些都是他們當地有10幾個品牌 你知道嗎 有一個品牌悄悄的進入 大家會覺得嚇一跳 車展不是都是汽車品牌嗎 華為居然在這個車展展上 也建了一個攤位 你知道在這個攤位 它秀出了 中國大陸全世界第一台5G的電動車 是由華為跟當地東風合作的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看這個電動車 現在特別是扶植華為 沒關係 華為 你殺我華為的手機 你殺我華為的5G 我就讓我華為的汽車大放異彩 沒錯 在這次的展場你可以看到 這台車有多厲害 你知道嗎 除了裡面的這些雙簧很豪華 這是他的車 這是他跟東風合作的車 他是一台箱形車有沒有 他們有電動門慢慢打開 然後重點是這是華為的攤位 這個電動門打開裡面有什麼呢 看到這個介紹人員 在跟這個記者在秀什麼 他在秀這個椅子之外 他旁邊的這個螢幕 他正在講這個螢幕是是什麼 是自動導航在這個螢幕上面 有沒有 他的螢幕是在玻璃上 他的螢幕是這一個自動導航 裡面有一個自動導航的路線 他的螢幕就在玻璃上 對 他的自動導航有沒有看到 那個線就在玻璃上面了 好厲害 這是他們一個自動的AI駕駛的 5G的一個汽車 這是在展場 但是娟姐 這還不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是什麼 你知道用華為的手機 就可以讓一台車變成自動駕駛車 通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這台車對不對 他基本上是一台普通的車 但是他車上有一個華為的手機 你說自動駕駛車是不用人去開 不用人去開 無人駕駛 沒錯 這前面一隻狗對不對 他是自動駕駛 他自動駕駛已經沒有人了 沒有人在開了 車上沒有人 他前面一隻狗對不對 會不會輾過去 你給大家看一下 這怎麼會 他透過自動駕駛跟辨識 他可以怎麼樣 馬上全部就 馬上就閃過去了 不過這隻狗也蠻鎮定的 你不覺得嗎 明明那個車子迎面而來 他乖乖坐在那裡 一動也不動 是不是誰好的 我也不知道 狗也有辦法誰好嗎 對 我也不知道 那個狗是華為養的 我相信華為 所以他不只狗 不只貓 他一千多種的人物 他是透過手機 來操控他的車子 沒錯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他的手機已經可以進步到 跟車子連結 已經這麼厲害了 那是華為的技術 但是說實在 中國大陸現在請全力在當中的車子 在做很大的一個升級 要來對抗外國車廠 那除了華為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廠商 我再舉一個最厲害的例子好了 你知道嗎 你是中國本土的嗎 中國本土的 2014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 驚天動地的事情 郭董跟馬雲 他們投資一家車廠 郭董又做車子 沒錯 正式跨路汽車市場 就叫做小鵬汽車 2014年的時候 小鵬 小鵬 鵬成萬里的鵬 小鵬汽車 郭董跟馬雲都投資 就畫面上這台車 就是台方 對 然後2014年推出之後 2016年的時候 才推出這台車 這台概念車 給大家看一下多厲害 這台車 小鵬汽車 對 你看他在停車對不對 對 他車上沒有人的 他的人剛剛已經下車了 不好意思 所以人下車 車子自己倒車入庫 他還會倒車入庫 我跟你講 我最不會倒車入庫 我最不會路邊停車 這部車蠻適合我的 你會交給他就好了 但是他會不會卡到啊 他絕對不會突出嗎 絕對不會 絕對比你的技術好太多 絕對不會 他完美的平衡 你在說什麼意思 我最不開心 全部都是鏡頭 全部都是鏡頭 幫你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啊 幾乎整個環道的鏡頭 48個鏡頭 對 你看他人就走了 然後他就你看 自己開始去倒車入庫 完全都沒有人來幫他執行 這是小鵬汽車 不只這樣 你知道嗎 你當你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手機按一按 這台車怎麼樣 開到你的面前 就火機過來 用手機來控制他 用手機控制他 過來過來 小鵬來 他就來了 他就來了 而且重點是 你通通看這個畫面很厲害 他慢慢過來對不對 過來的時候 前面萬一有一個人出來怎麼辦 厲害 我看一下 那小鵬當然就會停下來 看一下喔 他真的真的會停下來 你看他現在已經緩緩的 往前走了對不對 緩緩的往前走 但走的過程之中 不好意思 他走得很慢 因為在停車場裡面很危險 他速度當然很慢 所以等一下人會跑出來嗎 對 他等一下人就會跑出來 人都不趕快跑出來 等好久 跑出來跑出來了 停下來了有沒有 有耶 他馬上就有感覺 然後就馬上走到你的這個 主人的前面 主人上車就走了 這個是小鵬汽車的技術 在2016年 就已經研發出來了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量產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 然後他就說 別放心 2017年就可以讓你看到車了 好 大家要等2017年的時候對不對 不好意思 趕快要走出來 好 沒關係 我們延一下 2018年保證量產 大家就等了兩年 不好意思 車子 保證今年你又可以量產 又在延期 我知道他在等什麼 他在等中國政府幫他清除路障 先把福特殺一殺 通用殺一殺 賓士殺一殺 反正把那些阿兜阿的車廠 全部殺光之後 登登登登 我再來退出 那可能是今年 今年終於量產了 他說今年要量產9萬輛 你知道現在量產多少嗎 一千多萬 一千多輛而已 那還會有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不是雷聲大 餘鹹小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騙局 但是說實在 娟姐 這是小鵬其實 畢竟後面還有郭董 還有馬雲 我們看一下更厲害的車 我們不是說他技術很厲害嗎 還有比小鵬更厲害 更厲害 這台車叫做水清車 當初這個車發表之後 看到沒有 當地的市委書記 都跑去說這台車棒 這台車讚 這台車多厲害 什麼叫水清車 娟姐 他只要加水他就能跑 不用吃油的 你知道嗎 他只要加水 這樣有夠厲害 來我看一下 這個畫面就是這台車 這台車他只要加水就好 而且他加300公升的水 就能夠跑300公里 而且他還大動作的怎麼樣 找了一大堆記者去採訪 就在這個現場怎麼樣 他就跟記者說 他這個車是 這台貨車 類似貨車的感覺 貨車加水就能跑 對 他已經研發出來 這個人叫做龐青 你看他現在跟記者講 我只要加水 這個人叫龐青 龐青 我只要加水我就能夠跑 所以記者就問他說 那你要跑到底能不能跑 他還說加完水之後 裡面排出來的水 變成礦泉水 還可以喝 還可以喝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了 這台車到底厲害在哪裡 你看 通話可以看 他在加完了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講 好 現在加完水了對不對 好 那記者就 當地的採訪記者就很好奇 那到底水 我們要喝那個礦泉水對不對 他們就跑到後面去 跑到這台車的後面的排氣管那邊 接水 等他水出來 我要當礦泉水 口渴我要喝喝對不對 看到沒有 他現在在等了有沒有 結果你知道接記者怎麼樣嗎 所以大家等他久 對啊 等五分鐘的水怎麼還出不來 繼續等 我們就不認輸繼續等 結果等了一個小時 不好意思 水還是沒有出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去便利商店買比較快 沒有 到最後等了三個小時 你知道嗎 受不了 這個龐青就跟記者講說 好啦好啦你們不要再等了 今天晚上一定會出來 弄到最後水的也沒有出來 車子也沒有動 那在水清車到底厲害在什麼地方 水清車也許還有很多謎團會解 但是中國的自由品牌車 確實蓬勃發展 沒錯 這個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但是你敢買 我敢坐看看也不敢買 發展的是很蓬勃 叫你買你敢不敢 說實際還要再多考慮一下 好啦請 有名幫我們來看一下 汽車概念 這些跟中國有合資 或者在中國設廠的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在這一波 中國力推 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情況之下 往上動 對我簡單的大概講一下 時代背景 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說從2015年到2017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已經大興了 一批電動車概念股 那台灣所有的電動車的一個概念 竟都是跟著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到最後 就是尤其到現在的話 他們的股價都消沉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的話 當初起來的時候 是因為政府補助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它開發過多 那開發過多的情況之下 它有很多閒置的產能 所以現在中國政府有做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說我整車的補助 基本上我不會 但是如果你高能量密度的零組件 包含電池 包含其實高端的東西 我來補助你 但是你一定要續航力 或者是你的里程數 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好 那現在回頭過來看的話 就是說 各位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 一個就是時事造英雄 一個就是英雄造時事 現在是時事 我們來看看這是不是英雄 對 你去想 你扣掉了一個手機 裡面會打死多少的零組件 第一個被動元件一定掛 第二個你IC設計 第三個部分半導體 這其實可能還有一點機會 好 那你想說我不要做手機 我來做5G 那5G現在又碰到華為 所以你東扣西扣 現在所有的電子股 你還能做什麼 那想一想的話 基本上只剩下一台車 那為什麼 車子你看 2025年的時候 包含挪威 包含荷蘭 就開始禁用藍油車 2030年的時候 連比我們落後的印度 在這個地方 它都要全面禁止 用汽油的車子 對 然後到了2040年的時候 你就看到英國跟法國 所以其實算一算的話 也不過5年到10年的光景 你會看到滿街都是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滿街都是電動車 都是電動車 那為什麼電動車到現在為止 你家還沒有 因為麻煩 那個充電站不夠 因為你沒有充電裝 對 你沒有充電站 你沒有充電裝 還有滿貴的 還有你滿貴的 但是自從Model 3 Tesla Model 3 開始有量產能力 剛剛小燕有提到一點 你中國大陸根本做不出來 那個量的那個程度 那中國大陸有多少人 可是很奇怪 最近我這一年去看 中國大陸的連續劇 早騎的時候都沒有 早騎的時候你看到 都是ODI的車子 代表就是一個繁榮的象徵 現在很多中國大陸的連續劇 科技來自然去 都用他們自主品牌了 對 而且都開始用電動車 就有點半官方宣傳 有一點點這樣子自入性行銷 所以回頭 我現在把所有的電動車的族群 我跟各位講 你如果真的把它整理出來 至少超過60檔 有關沒關的 有一點點關的 但是我基本上 我還是會挑出幾個比較重要的股票 有一些各位認識的股票沒在裡面 不是不重要 是因為他們有獲利 我先寫 康普 美奇馬 中向 這是跟電池有關 中向是因為它有轉投資的能源電池 電池管理系列包含這個線材的 就是茂蓮跟繁甲 然後另外傳動的就是核大 基礎建設當然就是指充電樁 充電站 比如說台達電 信邦跟建核心 這裡面我們在比什麼東西 技術面各位自己都很熟 籌碼面各位也都會看 但是這裡面我們抓幾個東西 一個叫靜值 一個叫配息 一個叫EPS EPS舉的是去年的 好 這時候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或計算機拿出來 你把今天的收盤價 去除以它的靜值 就算出一個叫股價靜值比 我以為老師是說 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趕快這張照片拍一下 這個一定要的 不能記得 拍照拍照 這個我們相信我們的觀眾都很厲害 很聰明 一看就直接就掃描了 直接趕快拍照 然後股價去除以它 這個配息去除以它的股價 就會算出股息殖利率 然後股價再去除以EPS 就可以算出本益比 好 那今天這個計算的工作 我就不幫大家做 我只講結論 好 就到目前為止各位 所以算了半天之後 到底哪一支最好 好 最好有兩個定義 一個是叫最有體材跟想像空間 一個是官 我跟你講阿官很膚淺 就是哪一支最會長就好了 其他都不重要 對 哪一支會長 給我小平板 其他都不要 我請三檔股票 等一下導播修建築 來 看一下股票 第一個我認為 最有想像空間 可是它所有的評價都很高的 我不是說這個 upgrade那種很高 而是說它太貴了 叫信邦3023 信邦我們來看一下 它不便宜 包含它的一個股進比 本益比 可是它最有想像空間 108.5先收 對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你去想像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充電裝 你家裡都還沒有換 那未來如果一旦換的時候 你都還沒有車子 就要先有這些東西 就是沒有穿鞋的人有多少 對 那現在這個股價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到六月底前安全 六月底以後要小心 好 另外一檔 因為很多的半年報的作帳 很可能就是差不多 那這裡面官股會戶的是 2308的台達電 好 2308的台達電 相對來講它最穩 那如果以它的線型來講 你不能說它是準空投 那第二個部分 我認為護它會比護台積電 護大力光 護紅海要來的輕 不用流汗 不用那麼流汗 對 比較輕 那這個小孩子背的 比較沒那麼重 好 那第三個 所有的評價裡面 我認為最值得最便宜 可是線型最醜的叫中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2104的一個中相 對 滿醜的 滿醜的 對 很多人都會覺得它很醜 我們先講它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是因為它開了一個法說會 它告訴人家說 它的子公司叫能源 那能源今年還沒有辦法 在第二季的時候量產 所以我不打算投產 那很多人就先殺了一波 因為它認為能源的電池 最有想像空間 那最近到底在殺什麼 因為它有三大事業部 第一大叫炭炎 第二大部分的話就是電池 第三大部分叫孤兒藥 結果它的孤兒藥的一個部分 它的子公司相對來講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說 被人家告說我不要付權利盡 好 股價就殺了一波 那今天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拿做了一個評比 第一個它本益比 連十倍都不到只有八倍 那股價淨值比的話 也只有0.8 第三個它現金殖利率4% 現在法律上有一個問題 叫一罪不二罰 所以它現在所有的 目前你看到的 所有的壞消息都反映 未來如果再有 這一類的壞消息的話 對它的股價 已經不會有影響 但我最想問的其實是玉龍 既然講到車子 我最想問的是玉龍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支股票前一波漲很多 對 很多 那我記得我在上 核泰車也漲很多 今天核泰車也來看一下 我在上個禮拜 我有提過 我說如果你這個時候 護台積電跟護紅海 你怎麼護得住 可是如果你去護金融 去護銀建或汽車股的 玉龍跟核泰車 你不覺得很輕嗎 這是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的話 就是說 玉龍是比較便宜的 玉龍集團比較便宜 玉龍集團比較貴的 我們等會也要來看一下 而且你在沖營收 你滾越之前 你一定先把營收衝出來 所以它是股價在反應提前的 預告的營收 但是過了滾越之後 汽車的銷售會下來 第二件事情是 我認為未來如果說 經濟的景氣不好的話 這個汽車業是不會好的 但是不代表電動車不會好 所以玉龍 對 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要反彈起來找賣點 賣點 是找賣點 還有一點 我必須要提 它每一年像玉龍 每一年 它只要講股價的時候 它想要影響股價 一定會炒玉龍成那塊地 就新店那塊地 資產 炒資產 炒資產 我們來看荷台車 荷台車我認為也是一樣 就是說基本上它也是一個 荷台車更厲害 對啊 都沒有回 就一路一直上去 因為它是最重要的配息概念股 它就跟你看到的統一超商 或者是你看到的那一類的 超商概念股是一樣 就是在金融風暴 或者是快要行程風暴之前的話 你認為他們是 放在股價裡面最穩 可是我認為未來的汽車行情是 汽車業是往下走 電動車這一塊的話 替代性的東西會往上 剛剛談到這一次中美貿易戰 兩邊天天都在出招 中國現在出招已經殺到了 美氣的汽車股 接著它很有可能 市長已經在做的是陸客 因為一向陸客對中國而言 都是經濟武器 對 沒錯 全世界有幾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 我們講赤海都是中國人 當陸客如果不再去其他國家消費的話 這些國家經濟絕對會大崩潰 我們想像一下 為什麼中國會把陸客當作經濟武器呢 因為中國每一年有1.6億人出國旅遊 1.6億是什麼概念 台灣是兩千多萬人 是八個台灣 八個台灣的人 可以創造多少的經濟產值 所以在這一波中美貿易戰之後 我們昨天也談到 中國就記住了第一個 留學生不讓他去美國了 第二個 遊客不讓他去美國了 我不讓你簽證你就去不了了 所以今天 Tiffany出來挨了 他說慘了慘了 如果中國人不來美國買Tiffany的話 我的營業額會衝擊非常大 當美洲貿易戰打下去之後 如果這個戰爭提高到民族意識的話 真的中國又拿他的人 尤其是有錢的遊客出國 做一個這些轉彎性的這種政策禁令的話 我想很多國際間的奢侈品 像Tiffany這種 那一定會大受傷 也就是他們非常擔憂的一個警訊 好 中國人有多愛買奢侈品 我不曉得 為什麼中國年輕人或有錢 這麼愛買奢侈品 很有可能是爆發戶心態的說 我老婆 我怕你不知道 所以據說 在消費奢侈品的人口 平均每一戶 每一年消費多少錢呢 八萬塊人民幣 八萬塊人民幣不得了 四十萬 四十萬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奢侈品的市場有多大 所以Tiffany講了 他說我的遊客 遊客來消費裡頭 光光中國遊客佔我四分之一 全世界的遊客去Tiffany買東西 這裡頭的營業額 中國佔掉四分之一 那當中國人不去消費之後 Tiffany怎麼辦 那Tiffany只是冰山一角 LV怎麼辦 Chanel怎麼辦 所有的奢侈品市場 又該怎麼辦 因為中國人的消費力 真的是非常驚人 對 我們這邊有兩段影片 我們中國人說 輸人不輸丁 你看什麼叫做搶購 我們第一個押品 就是UNIQLO UNIQLO跟美國的一個藝術家 他有一個限量的一個聯名版 他的T恤 成人的是用拼進去 你看看 開門就拼進去 用拼 爬就爬進去 這樣一直唱 唱到沒了 唱到沒了 怎麼 模特兒阿民 你快拿下來 模特兒 他連模特兒的身上 那個也放下來 當然 我就搶 剛好我看到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要這樣 因為那錢 那99塊人民票 有多代表 全部都450至500塊 他成人版的10號版 全部都搶光 很多人都拿10幾顆 裡面有一個小沈 他一早 他用APP上網去唱兩顆 他9點55分 到現場是說 我去幫他唱一下 一個字 整個一箭不留 好 這是UNIQLO 跟Course聯名的Summer系列 對... UNIQLO跟Course聯名的Summer系列 台灣有沒有賣的 有 可是台灣有沒有搶 沒有 那你就知道 兩岸的消費力差多大 你哪有這樣搶一下 你要450塊的台幣 可以賣1800塊 上網可以賣到1800塊 當然要搶 我今天搶時間 T恤還可以轉手賣 當然可以 我上網又有人去 像你沒有時間去搶 我幫你去搶 一件我賣你1800算合理 那算是很天亮的 1800台幣 對啊 400塊 差不多4500塊 你看多好賺 對不對 你如果搶10名 今天所有費都有料料 他們的消費力 還展現在很多現在 很潮的流行品 比如說現在很潮的 我們來看這個 巴黎世家 在巴黎的春天百貨 老爹鞋 現在很流行 你知道嗎 老爺鞋 老爺鞋它也是限量款的 一個老爺鞋 800塊美金 不是你送的 800塊的美金 來 有一個中國人進去 結果跟五個阿爾及利人 因為搶的那個老爺鞋 在那邊 差一點就吵起來 保全過來了 把中國人撵出去 因為你一個而已 你中國人 你一個而已 他死的時候 一個人 怎麼把中國撵出去 種族歧視 我們共同來抵制巴黎世家 巴黎世家怎麼沒頭路 整個所有人都要去巴黎世家 所以巴黎世家要道歉 這就是因為中國人的購買力 他展現出來的大器 這一次中美貿易戰 中國再度拿路客 當作他的經濟武器 不過在今天也要來談談 說到那個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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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台灣好了 台灣今天有一則新聞是 最牛都庚案 終於快要完工了 在2022年要完工了 對 沒有錯 最牛都庚案 從1999年到今年就好 不要說2020年完工 已經20年了 人生有幾個20年 如果說以60歲退休的話 也只有短短的兩個20年而已 你看很多人都等不及 搞不好都走了 這是最牛的都庚案 在哪裡 在正義國宅 我想大家知道 到這個忠孝東路 忠孝東路過了建國南北路過去以後 然後直接到搜狗二館 這個中間一排叫做正義國宅 他的土地是1525坪 1999年921大地震以後 被列為圍樓 所以開始要都庚 所以2000年有一家叫做隆林建設 就進去了 裡面有175戶慢慢收慢慢收 因為他原來是一二三四層樓 所以一樓全部都是金店面 對 一樓都是金店面 所以很難收 他是非常非常老舊的國家 那當時因為都庚的關係 曾經有一樁光天化日 庚陶北極的命案 槍擊命案 因為175戶要談好很難 從1999年談到2009年 就只有兩戶的丁子戶 而且有一戶叫做王克強先生 他本身是好幾個店面 還有樓上兩間房 結果那兩間房開出的天價 一間多少一刀一刀 說都不好寫 2009年的2月16號 剛好農曆過年前的某一天 早上就有一個兇手過去 他騎著摩托車 讓人騎眼駛的桌子 還戴著安全帽 直接頭部開兩槍 行刑式的 戴著安全帽 對 安全帽沒有 安全帽不動穿這個帽 你是因為你戴港花 安全帽 所以主要是穿過安全帽 卡進去的 我不曉得他從哪邊打 但是就是當場就過了 那過了當時就 安全帽不能擋子彈 對... 就轟動了全台灣 原來一定什麼 都更利益 那這個中間 後來就變成一個刑事案件 2009年龍林建設 就把富邦拉進來 拉進來以後 發生這個大命案以後 富邦就退了 沒有辦法 所以2009年的年底 2010年就把三元建設拉進來 三元建設董事長叫誰 叫做王光祥 今年74歲 這個是誰 蔡英文的表哥 最近很紅 是不是因為大同案 對... 他說他一定要拿下大同 現在是總統府的顧問 拿下大同 我們來講這個王光祥先生 其實他非常有毅力 你知道他每天早上 四點半起床 跑1.2公里 連續已經跑了34年 這種人你跟他對抗 你一定輸了 因為他毅力很強對不對 每天四五點就起來跑步 對 每天跑 但是我聽說他大學 我聽說他大學讀了9年 他是18歲 他是屏東封港 屏東風港的人 十八歲的台北 半工半讀 所以台北九年 人們把他北四年比下去 北九年 九年之後 因為蔡英文的爸爸 就把他拉進來說 不然我們來做房地傘 所以做房地傘 已經有四十年的經驗 前面是對於蔡英文 你們爸爸的旁邊 做房地傘 之後四十年前 在三元街成立 三元建設 所以他因為在三元街 起街 所以他叫三元建設 對... 他在差不多兩千年的時候 在新店 他有一個天廓 很有名的 天廓 很有名的 天廓 但是名字剛才有爆 人家說 人家在雖然 蔡英文 所以他會結婚 屁股頭 我離島 我拼拼島 我在條西嶺 我大兄就是大小 兩千年剛好 剛好 剛好 趕去 知道了 我死了 兩千空五年 我畫面就是天廓 當時在新店 算是地標型的建築 因為他非常非常高 對 來 剛才兩千空五年 在房間 新巨大 46年 到現在是 台北省上元的建築 也是板橋的地標 所以他有地標 後來他又介入哪裡 介入國光客運 國光客運後來 不是變成民營了嗎 以前叫做公路局 他又到國光客運去 然後又在去年前年 他介入到大同建設 因為大同公司 最主要是看大同 他有土地 所以因為這樣子 現在有因為他三元建設 介入大同 所謂的大同條款 就是因為他而起的 現在你只要持股超過 四成以上到五成 你可以召開臨時股東會 直接改選董監事 就是因為王光祥先生 他所列出來的大同條款 回來講都庚 那都庚投資數 該怎麼樣投資呢 很多人去買房子 如果你是買三四十年的老公寓 仲介一定跟你說 阿公 我跟你說 這馬上要都庚 現在斷在說 然後已經說得差不多了 這馬上買進去就有暴利 是 那真的 不一定 都庚五四三 五就是五十 現在幾年五十五以上 哪有十八的人當然 就可以申請 但是真真真要上樓要七十八 真真要實施要一百八 你想說五十五 台灣人五十五 二十一貫 五十一貫 以前我特色化的時候一般 五十四的 就是做兵的是一百 五十五 要說得都會好事 很難 所以你看到五十五 以上八十五 一百五 你就好選 今天一定要進去看 如果要做房地產投資的 都庚投資術要教你幾招 第一招就是 如果戶數在五十戶以上的 丁丁 不要 因為很難處理 很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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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難處理 來 再來 都庚如果一百四十萬以下 就是開了新的四十萬以下 新成果 這個不用三百了 因為那比較不可能 所以你看你現在三夾 你看你英國要怎麼都庚 你四十萬以下 所以今天如果有做房地產投資的 特別是喜歡買都庚宅的 今天一定要看 都庚投資密碼在這裡 剛剛談到五十戶以上的 不要 還有呢 好 五 四 三 三 四之類 就是說我們現在新租蓄好 那個附近現在的新租 四十萬以下 你想說新租不會四十萬以下 你現在古書當中 差不多一二十萬 對不對 一二十萬的時候 你現在蓋一間新租 成本就要八萬六十二萬了 你再交土地 你以後 你在蓋的時候 建築怎麼跟你有合見 建築說我賣不賣 不然你們大家都要投資出來 對你說賣不賣 現在外面你去蓋兩年 換兩年 建築說你家裡的事情 沒有辦法處理 那如果蓋之後一百二百五十萬 請我們在爭議國財的時候 你在外面住三年 建築都給你付房子 你知道嗎 你都不用六房子 所以如果續航情侵存汙 都在40萬以下的 也不要考慮 所以你看 你去逃亡 去英國 買到什麼都更 再來30年的老廚 一上代都可以都更 但我們現在要買30年到 就可以都更了 我們現在說 這間不錯 這間多買 多少25年 意思說只等5年就可以了 28年只等2年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28年你才會等 處處也會等 所以處處價值會比較高 這就請我們去買機會的概念 你如果買25年我們現在平平 假設這間租都一樣 地方都一樣這間 我們買25年的可能 15萬 28年的 16萬 因為你越來越快了 要剛才說 是 所以說現在5 4 3 你這個5 4 3 今天補助會 看好 看好 慢慢看 就出現一條線 那是什麼線啊 那條線 現在看不看 但是看久了你就會看一條線了 哇 超級細節 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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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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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感谢观看